現代經濟學之中有一個方法叫Keynes Keynes說如果國家經濟不好的時候 政府應該刺激經濟 靠借貸,借錢之後做基本建設 利用基本建設刺激經濟 使人民有工作,可以賺到錢 賺到錢之後當然可以繳稅 政府可以利用增加收入的繳 來上還貸款,這就是Keynes人的經濟理論 其實我們的老祖宗在公元前771年 老祖宗的管仲已經做了類似的事 我現在講的這一篇是來自《新浪財經》 作者就是吳曉波,他的題目就是《管仲變法》 2000多年前的愛因斯主義 2000多年前我們中國人已經用了這個概念 管仲自己本身曾經逃過兵 不肯打仗,他自己是傷人 但是三次重傷,三次失敗 之後他在齊國最終成為齊國宰相 他最出名的當然就是《管仲變法》 他怎樣幫齊恆功把齊國的經濟搞好 成為一個強國 歷史背景就是齊國本身是一個小國 是在中國的東部沿海的 所以他那裏的產鹽、產魚就非常豐富 他採取的策略就是什麼呢? 第一,就破了那個所謂《井田制》 所謂《井田制》就是中國傳統上 將那塊底分成九份 每家人就一份 中間那一份是阿公的 周圍的八家人負責照顧這個中間地方 這個中間地方的收穫就是政府的稅務 第一件事就是廢除井田制 人人見到任何地方你都去耕種 你不需要另外繳稅 你就這樣耕種就可以了 而繳稅怎樣繳發呢? 他就每兩年收一次 那現在如果那個年是封收 就收百分之十五 如果平常年收百分之十 那如果那個年是不封收的話 收百分之五 即拉雲也是十個百分之多 但如果遇上是飢荒 那就不收,不收稅 那即是稅率相對比較低 記住他是每兩年做一次 所以稅率相對低 第一 第二 他就把那些人叫做市農工商 四大類 當然在我們說二千多年前 當然那些工業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最重要的經濟都是農業 所以他就分成市農工商 而將這堆人聚居在一起 即是農業的人一起住 做鐵器啊 做其他工匠一起住 那你用將那些人住在一起的話 他們變成之間在平時 在傾談之中 就可以做到一些技術上的改進 那這個就是促進那個 所謂科技發展 那這是第二樣 那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他對於外來的人來做生意 他就給那個條件非常之豐厚 他只是每一次有貨物進來 收一次稅 那如果之後去到市場再賣 就不再收稅了 稅就只收一次 那收貨就是通過市場入境的時候 如果你是空手入境的話 就不用收稅 如果你是負責就是靠你一個人 自己負責入境的話 都不收稅 即是你一個人負責多少 你負責進來 我們不收稅 但你倆車載進來的話 OK 收稅 但是 那個車主 就可以在各家設的 所謂飯館 即是女社 免費食宿 如果你有三架車進來 即是你一個人拖著三架車進來 當然有些其他 馬雷之類 那除了一個人可以免費食宿之外 那些畜生都可以免費食宿 如果你有五架車進來的話 連你的隨從都免費食宿 即是說其實他就是 刺激希望的人多一點進來做生意 那你說 那他主要的國家 基本上的收費是怎樣 他有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概念就是 如果我們徵稅 人家覺得你給錢給政府 就很不開心 但如果你用其他方法 收稅 那些人們不覺得 就不會這麼吵 即是你一樣 加了水 一定會被人吵 那現在 譬如 日本 阿比 所謂的阿比農 他用的方法就是 製造通脹 就有通脹之後 那些銀子變成值 那些銀子變成值 等於 所有有錢的人 是抽水 就是同一個概念 不過管仲用的方法是不同 管仲用的方法是怎樣 他將其中兩項的物資 那些銀子就收歸國營 那兩個是鐵 一個就是鹽 當然鐵就是用來做武器的 鹽就是人人都要吃的 而因為他是沿海 所以他有很多鹽田 那他做法很有趣的 鹽田不是政府請人去做鹽 他根本是被人去做鹽 不過你們去鹽田收獲鹽之後 由國家統籌收的鹽 統一價錢收 收完之後 他把鹽運到內陸的武海地方 他可以謀利四十倍 所以這一點就是 你們的人去鹽田 做鹽之後 就被政府收了 他就收了它 收了之後 他統一去賣 當然可能他會找人去賣 找人去賣 可能有其他的花費 這是第一 鐵礦 鐵是怎樣 凡是發現有鐵礦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被政府封起來 你走進去的話你就死定了 他們說 左腳入的话就斬左腳 右腳入的話就斬左腳 左手入就斬左手 如果進去的話就斬 他是霸佔礦礦 然後再找人去採礦 這是政府的兩個專利產品 這些兩個在吳曉波裡說 這個是一個上游產品 或者是賣 人人都要用那樣東西 你其他東西都要用這個樣東西 之後才會發回去 譬如你食物,你怎樣要加點鹽 每人都需要的必需品 鐵,它不是說做刀,不是做槍 它是控制了原材料 於是就可以控制著 這樣就等於現在 譬如大陸 他們一樣是控制著上面的 所謂上游作業 銀行,能源 這些上游都是國家經營 國家統修 以前中國 在49年 毛澤東霸了天下之後 糧食什麼都是政府統修 那就是一樣 你可以去種植 有產品,但產品 就被政府定了價錢 收了去,然後政府 自己再控制著價錢 至於糧食 糧食當然是在古代 糧食一邊最大的 一個 經濟作物 因此糧食價錢 有時上了時下 那怎樣呢? 管仲就設了一個大倉 那個倉是用來做緩衝的 當物價貴的時候 當物價貴的時候 收入 高 至於如果外來有 某些國家 某些產品 它那個產品比自己國家好 它呢? 就把別人的產品 進來的時候 抽重稅 要逼高價錢 使得自己的平價產品 是有市場 那這個就是 管仲控制經濟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刺激經濟 那他就說 誇張到就說 我要 殺蛋吃 那我要一隻蛋先跳花 先去殺 多餘工夫 做多好多東西 使得有 東西給人做 刺激經濟 那這個就是管仲 那當然 這個是 和現在那個 Keynes人差不多 我們 那些老祖宗 二千多年前 已經做了 因為管仲這個做法 使得齊國的確更大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中國一樣 不一定要用兵 可用經濟手段 只要國家強壯 國家強壯之後 自然其他東西就會有 那這個就是 和大家分享這篇文章 拜拜